因為剛才講得很詳細 我的手機的記憶已經滿了 所以我要刪除影片 剛才講到AEB Auto Explosure Beckoning 第一章是正常的 第二章是下級 第三章是下級 這是下級 不過現今的人會比較少用 所以我們按下功能 然後按下功能 還有六張 再講一次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這裡是一些情景模式 人像 風景 Sport Maco Sport 和夜景 這個 綠色全自動 會帶上閃燈 還有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 再重複一次 這個就是一個 重點 用中間的 曝光 就是做了一個曝光 補償 那你就可以在一個 光圈先決 快門先決 都可以用這個曝光 補償 因為MENU,M是自己調校的 會顯示給大家看正常,over,under 就不同這個步行步上 這個就是對焦點的選擇 這個功能就是選擇這裡的 Program那裏需要自己彈起閃燈 快門鮮缺,光鮮缺,AV是光鮮缺 都是自己彈起閃燈的 如果鏡頭來講,這裡是變焦 這個對焦環,對焦環呢 在AutoFocus,一會兒就扭不到 要轉到Menu才能扭到 那這部機器呢,現在是在使用Program的 拍照吧 如果我按著不放,它就會連拍 拍完 拍完之後,它就會自動回賣了 那拍照吧 可以拿去沖 浮腦 那麼你可以看到快門的,那個, affected 他睡著了 這裏就是電量顯示 用完之後關機 試完了